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开法华悬议第十七页 第十七页 我们先看第一行 诱发众圣之全巧 显本地之优伟 这里佛跟佛的弟子佛菩萨就是众圣 众圣他的全巧方便利益所有的众生 然后显本地之优伟 这个本地是指佛菩萨 诸佛菩萨之前修行的本地风光 像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今生四限的成佛 就称为姬门 就称为姬 恒姬的姬 所以显本地之优伟 这就是说 所有诸佛菩萨 他来今生发众圣之全巧 演一场戏 来利益所有的众生 然后又能够把本师释迦牟尼佛 本地的风光 本地的功德 以及他的非常不可思议 可以动化众生的各种善巧 都能慢慢的显化出来 故真道损身为灵大绝 这个真道损身 这是针对原教出租位以上菩萨来谈的 就是针对地上菩萨 别教的地上菩萨来讲的 那么这个真道就是指他的修行 界位越来越高 损身 这个身不是众生的身 并非众生的身 他是生死的身 生死的身 减少了生死 增长了他的修行 那么这里的生死的身 不是分段生死 是变异生死 我们讲生死 有分分段生死 跟变异生死 变异生死 是针对圣人来讲的 分段生死 是针对我们凡夫来讲的 像我们都是凡夫 我们要去投胎 医的业力 投胎来又投胎去 这个叫分一段一段的 就称为分段生死 那么变异生死是随着他的修行 晚上增加一个结位 那么他的修行就脱胎换骨一次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叫做变异生死 他的修行就往上增长 就是变异一次 往上增长 那佛不萨他来这里投胎 在发终胜之犬巧 显本地之幽为 这时候他就能够争到损生 魏灵大绝 魏灵大绝是魏能够到一生补出魏 能够尽于这个妙绝 这个妙绝等绝妙绝 所以妙绝就是佛的果位了 所以魏灵大绝 这个灵大绝 这大绝就是妙绝 一生尽于 那个肺有点发炎 所以就是比较 可能等一下会一直咳嗽 希望大家 因为我等一下喝这个很热的茶 他就比较不会咳嗽 那这里是尽于妙绝 这妙绝是佛位 佛的果位 等绝妙绝 妙绝就是佛的果位了 底下 一棵化岛 一棵化岛四里俱圆 莲花之辟 一再十亿 他这一棵化岛 这一棵化岛 就是从他出生 从他出生 从佛陀出生 然后到成佛 然后到荷树 中于荷树 第一行 小字第一行 中于荷树 那么这个中于荷树 这荷树就指双树 这个双树 这个佛陀往生的时候 不是在 梭罗双树 涅槃 那么 这个双树涅槃的时候 一夜之间 就变成白色了 所以就成为荷树 那么他这一棵 就是指佛陀这一棵的八相成道 利益众生 让所有众生能够得到化岛 那四里俱圆 四相理相都圆满 那么这个莲花的批语就是在这里 佛陀他这一棵的化岛分为二圣 这个藏通别圆 这四个教法都弘扬 适合藏教的小圣的 他就用二圣的教法先教他 适合大圣的用别教 原教的教法教他 那么有些人 他在这一棵的化岛当中 能够从小圣带到大圣 那么他也分别 也是方便散巧的 中间有一个通教 通教的教法 会让很多二圣根器的人 他也慢慢的脱胎换骨 变成大圣根器 这个都是全巧 全巧就是在四相理相都圆满 四相就是指他的分别 对人事物的各种分别 对众生根器的各种分别 就成为四相 那么理相是指他一识实相之道理 好 这四相理相都圆满 好 我们看下面 经者外国称修多罗 圣教之都民 有凡无凡事如后世 那么 经这个字呢 我们就称在 印度他称为修多罗 修多罗是称为经 是称为经 那么他也是圣教的独明 那么至于有翻无翻 要不要翻呢 那是 这是看这个 后面也会有谈到 也会谈到翻不翻的问题 我们一般这个经 有一些它是不翻的 像咒语 像咒语不翻 要不然就是 它有多种解释不翻 那么多重解释不翻 像波勒 波勒它就是智慧的意思 但是它又有实相道理的意思 所以你用智慧两个字 没有办法显示实相的道理 所以它具备多重意思的字 就不翻 所以波勒 波勒密多星星 这波勒 波勒两个字呢 就还是依着 这个印度梵文的发音 再用那个音译的方式在翻 所以相对是这种是不翻的 它只能翻音译过来 然后呢 借着注解来解释 它特殊的含义 好 我们翻到 翻过来这十八页 记者誓曰 盖絮王者 絮经玄意 玄意絮于文心 文心莫过基本 仰观诗子 众意冷难 再一个呢 再一个呢 这一段呢 记者就是指灌底大师 灌底大师呢 他就在后面做个注解 那么这个前面 那么这个前面是智者大师 他所做的续 那么灌顶大师在最后 做一个短 非常简短的这个注解 他说 续王呢 是续经之旋意 旋意 旋意 这个旋意是 是属于文心 文心莫过基本 我们这个旋意 这个文心的意思是 这是经中最重要的核心道理 最核心的意义 好 这个旋意 旋意呢 就是 把这个经中的一些 玄妙的道理 把它解释的圆满 那么这个呢 也只有智者大师 他所解释的最殊胜的 智者大师在那个时代里面 他把他的法华旋意 让那个时候 注解法华经的所有大师们 都非常的赞叹 尤其是极藏大师 极藏大师 那时候 我好像跟各位谈到极藏大师 那极藏大师 他本身也有讲法华经 可是呢 他听过 他没有办法听智者大师讲法华经 因为他想听的时候 祈求要听的时候 智者大师已经正好过世了 正好圆集了 然后他就去听他弟子的这个法华经 就听了以后 非常的感动 他就 后来就归一 就因此这个 这个 这个天台 天台这个法卖 这个是在当时候是非常 这个很难得的事情 因为极藏 因为这个极藏大师 这是一代的大师 让他能够 让他能够趋就于别的教派 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是三论中的开宗主事 三论中的开宗主事 那么三论中的开宗主事 能够让他愿意 整个 接受这个天台的教法 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但也显示出极藏大师的这个风范 这种大师的风范 他愿意把这个智慧 他也就是依法不依人 他依着这个法 觉得非常的殊胜 他不会因为法的关系 而硬要 他就可以感受他不是为民为利 他是为法的 为法的 我们来看下面 那么 仰观狮子 终于也冷难 这冷难的意思 是非常的让人清凉 也非常的清楚 然后整个越南过去 就非常的让人感受到 他的文艺 非常的 调理分明 这种意冷难 然后我们看下面 庙法莲花 四九页 即续明也 这是 这里讲的是 明体 这个忠用教 五重玄义 来谈 庙法莲花 是续这个明 是真实之庙里 是续体也 归广大自一圣 续忠也 但化成之执教续用也 亦齐化党续教也 六辟续基本也 文略亦周矣 这里他是在讲 刚刚前面的智者大师 他所讲的这段序 也具有明体重用教 这个五重玄义的道理 那么这个五重玄义 是整个我们法华玄义的主轴 我们今天也会谈到五重玄义的 那这个法华玄义呢 他最重要的整个结构 就是以五重玄义 明体重用教 就第一个续明 明啊 然后是真实之庙里续体 这个体 明跟体 底下呢 归广大自一圣续忠 那么 淡化成之执教续用 这是要用 一齐化圆是续这个教 这个六个合起来叫明体重用教 明体重用教 是天台中最重要的解释经的方法 一部经呢 以明体重用教 就可以把一部经解释的 非常透彻了 后来从天台的明体重用教 五重玄义开始 后来的宗派 他为了显示他自己 宗派的独特性 也把明体重用教做个改变 变成其他的解释方式 但是呢 事实上 都不出于明体重用教的格局 就像是叛教 那个五十八教的判法 那么 华言他有他不同的判法 可是华言的判法虽不同 他也是根据天台的教法 来做一些调整而已 然后来显示他华言中的不一样 所以事实上 叫做放汤不换药 内容是大同小异 只是借用了某一些名词 然后来做一些意理上的一些调整 但是都无伤大雅的调整 原则上都还是以天台的方式在出现 只是换了一个名称 然后做了一点小改变 那就变成了一个华言中了 所以未来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 整个佛法的演变 天台中是个母 母亲的母 后来的所有的包括教理上还有禅修上 几乎都是依着这个母而演变出来的 像禅宗它的打坐方式 它就是依着四禅波罗蜜它的赤地在谈的 所以后来禅宗的大德 天台是陈朝随朝 那跟唐朝只相聚一百年 不到一百年 那么唐朝它是佛教的就是百花齐放 各个宗派都建立起来了 那么它各个宗派的建立都要有修行 它的修行的格局都不出天台的教法 那我刚刚讲的禅宗 它在谈打坐 几乎都是用天台的四禅波罗蜜 或是小指观六庙门 几乎都是用这个 然后呢 有一些它会引用这个 如果说比较 比较这个 它在教理上很深入 又有深度的 还会引用到魔后子观 因为魔后子观比较不容易看 在古代的大师读懂魔后子观也不多 所以魔后子观它在这个 魔后子观虽然都具备了很多子观的道理 可是它里面有很多其他的子观所没有的一个格局 那么这个四禅波罗蜜 六庙门 小指观跟小指观都已经成为后来的所有禅修的依据 所以这是要先让大家能够了解的 我们来看这边 庙法莲花是续名 就是把名解释 解释这个名称 是真实的庙里 是表它的体 这部法画经的体 就是一佛圣真实之庙里 就是这个一实相的道理 是续它的体 归广大之一圣 是续它的宗 这一个宗旨 这一个法画经的宗旨 就是一佛圣 归广大之一圣 就是一佛圣 是法画经的宗旨 淡化成之执教 是续用 这是法画经的用 法画经的用 那么法画经最大的用途 就是把各个教法 就是各个不管大圣小圣 都融归于一佛圣 所以叫做淡化成之执教 因为这个执教就是 这个执教就是执着 执着的意思 许多二圣的行者 他会执着我是二圣 我不想再学大圣 他看到大圣的教法 他或许承认 可是不想学 所以在法画经里面 他就提到许多生文人 他觉得极灭为乐 在他的偏空涅槃的涅槃当中 二圣的涅槃当中 是属于偏真涅槃 那么这个偏真涅槃 他就享受那个极灭为乐 可是偏真涅槃没有大菩提心 所以他并没有发心去为广大 利益所有的广大众生 那佛陀这个法画经的用意 就是让这些阿罗汉们 把这个自己是二圣 我没有办法成佛 我没有办法跟佛一样的这个心打破 他佛陀的在法画经不是很多都在受计吗 对不对 这个受计的目的是很大的 以前很多人问我说 师父啊 法画经也没什么 一直在受计 从前面念到尾都一直很多受计 说你可以成佛 前面是受计声闻 后面受计有学人 前面是无学人 后面是有学人 然后后来又受计 凡是读法画经的都可成佛 所以你们都可成佛 然后后来又受计恶人成佛 恶人是谁啊 提波达多 后来又受计畜生成佛 谁啊 龙女 后来又受计女人成佛 谁啊 龙女 所以龙女有具备两个 一个是畜生到成佛 一个是女众成佛 所以在这个法画经的 它里面的内涵是非常深入的 它就是在荡化成之执教 让许多人的执着 他觉得我没有办法成佛 像阿罗汉就觉得说 我没有办法像佛那么庄严 三十二相好 还有实力四五位 他的各种佛的所有功德 阿罗汉没具备的 阿罗汉就觉得说 我没有办法具备 那他也不想具备 为什么 因为涅槃的极灭维勒是非常寂静的 他也一点心思都不会发起来 想要再去做什么了 他就处在那个寂静的状况 这个就叫方便有余土的阿罗汉 正阿罗汉以后 他就是住在方便有余土 那么佛他就是要去把这些罗汉 慢慢的把他内心的那个法的执着 沉浸在涅槃极境的那种状况打破掉 叫荡化成之教 他指这个 所以叫做他的用 他的用 当然也不是只有罗汉是这样 还有其他的也是有点 就其他的很多对法的执着 他也把他划除了同归一佛圣 佛陀的意思是说 我讲的所有教法 目的都是为了让你能够到 为了让你能够到成佛 就像我们 我们要从台北走路到高雄 你一下子说要到桃园没办法 到高雄没办法 他先告诉你到桃园到台中 你才有办法 才愿意慢慢走慢慢走 但是最后就告诉你 你的目标 最终的目标是到高雄 这个就是让他知道 原来引导我们去桃园 目的是要到高雄 所以这个是当化成之之教 这个他的用 佛陀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佛 不是只是要我们做罗汉 这个就是他的用 一旗化圆续教也 一旗化圆什么叫化圆 圆就是圆教了 这一旗让所有葬通别 葬通别圆跟气的 全部让他进入到圆教的概念里 这个叫做教理 在教理上 让大家都能够同归一佛圣 那么六匹续基本也六个匹域 这个莲花的六个匹域 是来续这个基门本门 整个妙法莲花经 它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基门前面是基门 后面是本门 它以基门本门来解释整部法花经 这个是从智耳大师开始才有基门本门的 其他任何大师解释都没有这个 然后后来的 那么之前 听到智耳大师开始从基门本门 来判这个法花经的每一个章节的 它的那个这个位赐 那么很多人都非常的敬佩 所以基门本门是成为后代所有大师都能接受的 好 那么这个序王我们就解释到这里 下面是施序王 这个施序王 这个施字 事实上就是冠底大师 他所讲的 他是施下 施下 他为这个 好 施下写的序就称为施序王 好我们翻过来 二十页 服务礼觉偏远 寄圆珠而谈礼 吉非远近 脱保守而论吉 吉会圆明 事理聚吉 好 好我们来看这边 好 这个 理 理 这是中道实相的道理 它是绝偏远的 绝偏远的意思是 它是不是偏也不是圆 它是不是对立的 偏就是 如果讲圆教跟其他的 互相比较的话 脏通别都称偏 圆对着脏通别这三个 就是一个偏 一个圆 所以脏通别可把它放在偏这个范围内 一般我们偏不是不一定是指小 如果针对跟圆教比较起来的话 脏通别都还没圆满 就称为偏 那在这里呢 是说 中道实相的道理 是 不是对立的 所以它不是偏跟圆 互相来谈的 既圆珠而谈礼 这个圆珠就是指佛性 就是指佛性 近圆珠而谈礼 即非远近 这个即是指最终究的道理 最终究道理就是中道实相的道理 那么这中道实相的道理 并非远近 它不是用远近来讲的 圆教的道理它是圆浓圆满的 所以它并非远近 讲圆龙圆满 我举个例子 为什么叫并非远近呢 我们念这一句佛号 南无阿弥陀佛 这句佛号 在极乐世界的七宝莲花 八公得水七宝莲花池 它这个莲花池里面 就有一朵莲花是我们的名字 那我们只要念一句 你不管你是善乱心念 随便念 认真念 这个莲花就随着你 善乱心念 认真念 它就不一样 你认真念它就亮一点 不认真念它就小一点 暗一点 那我们怎么念 它就怎么相应 对不对 它是不是没有远近前后的问题 对不对 没有远近前后的问题 它只有我们这颗心 有没有用心的问题 所以这里呢 就是在讲 集中道实相道理 非远近 那么成佛也不是远近的问题 你看 我们认真念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若能散乱心 入于塔庙中 一称南无佛就已成佛道 对不对 你就算散乱心你在塔庙里面 散乱心念一句阿弥陀佛 我是念一句南无佛 就已成佛道 为什么叫做皆已成佛道 为什么 为什么有个皆已成佛道 意思是你肯定可以成佛 所以大家以后肯定可以成佛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们应该为自己去庆幸 只是早晚而已 早晚而已 所以这叫做我中的这个因 事实上是肯定未来一定可以成佛 这个因 所以中什么因其实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中三宝因很重要 那天 有一天我去撒镜 有个工厂撒镜 那我就去 他们老板请我去 我撒完镜 正好碰到里面有个局势 那个局势 他很久很久以前跟他结过一个缘 他曾经来我山上 他就问我说 我就问他说在干嘛 他平常都在做义工 都在做 不是三宝的义工 是像类似医院 或是其他的义工 那我就说 如果你有时间做义工 我会劝你 人生很短 多结三宝的缘 做三宝的义工 比较好 你就多在三宝门中做义工 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三宝门中做义工 跟一般义工 那个差别太大了 天差地别的大了 差别太大 因为你的境 我们的境 外境是三宝 你接触的人是修行人 那你接触的也都是 比如说一个寺庙 诸佛菩萨 如果这寺庙是正法 要正法 你不要做错 这个是正法的之处 那你诸佛菩萨 正法的诸佛菩萨都会来 不是磨来 对不对 如果你扶持错地方 就是磨来 那你不是跟一大堆磨在结缘 然后还以为自己在做善事 所以我常会遇到那些 有一些人是在不对的团体里 他又离不开 我跟他讲你千万要离开 他说师父我也在做善事 我说不一样 他也是听不懂 但我又没时间解释 他也不愿意听 那就没办法了 因为你都是在跟所有的来去去都是磨 都是 都不是正法的在结到这些缘 但你未来生中不就障碍更大 不就障碍更大 如果说你是在正法的道场 在结善园 那就不一样 你来来去去都是正知正见的护法龙天 正知正见的人道的修行人 正知也是真的佛菩萨在这里互念着 那这个就不一样了 就不同了 所以真的要在三宝门中多去认真 你这样子的话 我们结到了缘 结好了 结得很稳 我们未来生中就快一点 你结得不稳 也还是会成佛 只是慢一点 只是慢一点 但是呢 皆已成佛道 你肯定可成佛的了 肯定的了 好 我们来看下面 集会元明 什么叫托保守而论集 托保守这个比喻 来论最终极的这个目标 终极的目标呢 就是一佛胜最后成佛 那么他所证的是 中道实相的道理 那么以保守的比喻 来谈这个最终极的内涵 我们讲保守呢 就是五百游巡 五百游巡 我们在这个法华经里面谈 二圣行者他录的涅槃是三百游巡 那么正道保守 到保守就是五百游巡 那能够 你只是到涅槃果位 因为罗汉世果 他所在的这个画尘 画出来的尘 就是极灭涅槃的这个尘 这个尘他会觉得很安乐 那么佛陀要把这个画尘给当掉 当画尘 当画尘的执着给他画掉 就要讲法华经 我就会跟阿罗汉讲 那你未来一定可成佛 可是阿罗汉半信半疑 那我为什么一定会成佛 所以就有受祭这件事了 那佛陀就 那你既然半信半疑 我马上跟你受祭 所以第一个受祭是谁 摄利佛 所以他就先受祭摄利佛 受祭是摄利佛 未来成佛 这其他罗汉看到了就很欢喜了 那欢喜到欢天喜地 他发现我自己 原来佛陀不是只是让我成罗汉 原来未来我是 佛陀的目的是 我这罗汉只是过渡过程 未来是要是成佛的 这个受祭就让阿罗汉肯定自己未来 肯定我现在的路就是成佛路 这个生文路就是成佛路 生文路是成佛路的其中一段而已 他也先走完了 未来继续走 所以就要让他的执着整个化掉 所以受祭很重要 受祭就是佛陀的那个微信 因为阿罗汉百分之百相信佛 所以佛跟他讲你未来什么时候成佛 几节以后成佛 阿罗汉百分之百相信的 他会欢天喜地的 那个事实也是真的这样 所以这个受祭在法华经里面 它具有重大的意义 让罗汉们以为自己只是罗汉就好了 这个执着会化掉 而发大不提心 认真地走向成佛之路 好 我们看下面 好 我们继续看 请翻开法华玄义四千 第二十页 二十页第一行最下面 集会原名 行四理俱集 这个原名的意思是 就是契合中道实相的道理 契合 契合 所以叫做 我们小字 我们小字 第四行中间 明真气集 它就是 这个明的意思 是明合的意思 合在一块 明虽然是暗地理的意思 但是它的意思是 我们对于真道实相的道理 能够明明当中 能够契合 四理俱集 这个集的意思是显示出来了 懂了 我们能够了解的 能够了解的 我们看小字第五行最下面 最上面 小字第五行最上面 明其理故为理集 那能够了解它的道理 就称为理集 那么脱保所为谈事 会其事故为四集 所以四理俱集 会其事就是了解 这个佛陀 他一代的教法的全巧方面 这边显示出实相的道理 这个就是会其事 了解佛陀他全巧的方便三巧 然后导引我们 录这个十项 这个是四集里集 我们看下面的字 它大字 而不及者 良由丹无名酒 虽戏诸而不绝 不及呢 就是不了解的人 不了解的人 是因为良由 因为丹 他被什么耽误呢 无名酒 耽误了 我们众生都是被无名所耽误的 都在无名当中 所以虽戏诸而不绝 戏诸在法文经里面的比喻 他是有一个人 他躺在地上喝醉酒了 然后人家在他的衣服里面 戏了一个宝珠 那么他这个戏宝珠给他是因为 希望他有这个宝珠以后 他就可以过活 让他有个生活可以过 他就比较富有 结果他醒来以后 不知道宝珠在身上 他还是一样过贫穷的日子 那这个叫做戏诸而不绝 还是比喻我们所有众生 都有过去都成 有这样子的一个慧根 但是我们却没有察觉 我们本有的佛性也没察觉 所以叫做戏诸而不绝 我们被无名酒耽误了 这是非常要常常警觉自己的事情 我们经常被无名酒耽误了 尤其我们周遭发生很多事 我们有时候都会陷在里面 可能是名利 尤其利益或是名 那现在里面跑不出来 就把自己放在凶险里 一旦贪了名 凶险就会来 这凶险来危险就大了 这就是丹无名酒 那你要整个没有凶险走向吉祥 那就是断贪嗔痴 然后发大菩提心 最后能够成佛 这个才是真正的吉祥 像这个广庆老和尚 广庆老和尚 他这一山当中有一个最吉祥的事 大家可能不知道 日本清华战争八年 八年当中大家有没有发现 有个地方他是没打的 大陆东南海 东东南沿海 福建没有打 福建那一块 日本是放弃不打的 为什么 那当然他有他理由 那个地方多山不好打 然后他的地理形式不好进宫 那大家知不知道 广庆老和尚就在里面打坐 他闭关的十几年 就在福建的山洞里面 就在那个山里面的山洞 那广庆老和尚他正念佛山面之后 他就一个人到山里面去打坐 去敬修去念佛 那么这个山就在福建里 成天禅士 福建的成天禅士后山 那他在那个后山打坐 一坐坐了十几年 那他的那个传记里面有讲到 天上常常有些飞机飞来飞去 但是他那个山就没事 事实上不是那个山没事 是整个福建都没事 那等到战争都打完了 他后来就录了一个大定 没有战争还没打完 他就录了一个大定 然后来这个广庆老和尚 战争打完以后 广庆老和尚就下山了 就到寺庙里面又去住了 然后他自己知道他准备要来台湾 然后又跟一个有缘的居士 就跟他讲怎么样来台湾的船票 他就在还没有国共战争的时候 那时候就买船票来台湾了 所以广庆老和尚 这是不是最吉祥 又哪个比这个还吉祥 你看他一个人 那么大的业力 整个大陆这么大的业力 台湾跟大陆这么大的业力 全世界都在战争里面 他一个人就在那里没事 还保护了整个福建也没事 所以我们这个修行人 其实自己好好的修 但是这要放下 要看破 你要让自己走向吉祥 可是现在很多人去求神问谱 求我怎么样子股票 反正就求他很多要消灾解烂的 消灾解烂最好的方式 还是看破放下 不要索求太多 如果你要有索求 你要求对的东西 有意义的 那个才是有意义 那个才是吉祥 你索求的是 你现实生活已经够用了 你又要再求更多 那你这个索求 最后还是一个凶险 所以我们都在无名酒里面 这无名酒只会让我们越来越不好 所以虽系诸而不绝 我们有一个佛性在 我们却没有去察觉 下面迷涅槃道 路浮远而延长 这个无名酒让我们迷失了涅槃道 路虽然没有那么远 因为那个珠就在我们口袋里 就在我们衣服里面 被缝在衣服里面 没有很远 没有很远 可是我们的语言很长 我们的佛性就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最吉祥的佛性 就是我们本有的 我们还向外求很多没有必要的 事实上我们一定得要静下心来 万元能够看破放下 随缘自在 这样我们才能够慢慢找回我们自己 我们现在下面 二十一页 圣主是尊 闽思导火 四花六洞 开方便之门 三便千勇 表真实之地 弦令一切普得见闻 我们看这边 圣主是尊 他悲悯的众生在导火当中 四花六洞 四花六洞就是天语曼陀罗花 摩赫曼陀罗花 这个总共有四个花 六种洞就是 他与花的时候大地有六种正洞 这是佛陀在讲法华经的时候 他有四花六洞 佛陀讲法华经开方便之门 然后三便千勇 这三便是指宝塔品 这个宝塔从大地出来 一个多宝如来塔从大地突然显现出来 那么这个多宝如来塔 是多宝如来有一个愿 那么在法华经里面 多宝如来他发愿 只要有讲法华经处 那么他涅槃的时候 众生为他做这个宝塔 就会涌现其前 为作证明 来证明法华经是真的 所以就有一尊佛特别为讲法华经发愿 有讲法华经的地方 他就发愿到他那里去证明 那么所以佛陀在讲法华经的时候 多宝如来就因愿意 然后把他的多宝佛塔 在这个法华会上显现出来 那么他也有另外一个愿 如果要见我多宝佛生的话 因为多宝佛就在塔里面 那么如果没有要见他 多宝佛就顶多他就是在塔里面 就会讲善哉善哉 现在所讲的法华经是真的 他会从这个塔发声音出来 但是大家看不到多宝佛 但是会有声音出来说善哉善哉 所讲的法华经是真实的 他就是为让大家知道这个法华经是真的 因为还有很多人他不见得相信 他会半信半疑 在这个时候 众生就引发很多的罗汉们 菩萨们想要见多宝佛 那么如果要想见多宝佛 多宝佛的愿意是说想见多宝佛的话 那这个讲法华经的这一位四尊 就是这尊佛 就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 或是其他尊佛 那么就是他来显现出来 那个地方法华会上的本师 这尊佛 他的所有分身都要到齐 所有分身都到齐 他都把佛他愿意显现出来走出来 那么他这个愿意是有道理的 就是要让整个会场 整个变得非常庄严 让大家对于这个法华经 有起很大的信心 因为你要让所有分身的佛 全部来集会一定是大事 没有大事他不会 没有必要做这个事 所以多宝佛的这个愿 是让整个会场 能够让行程有一个 有一个 让大家能够更增加信心的 这个这样子的好因缘 那么为了要让本师释迦牟尼佛 所有分身全部到齐 他要三变说不世界 叫做三变 因为本师释迦牟尼佛分身太多了 所以第一段的分身过来 这个第一期的分身过来 已经非常多了 他苏博世界容纳不下 他又把苏博世界的其他地方 又变化 变了一个很大的地方 又让第二批的分身再过来 他又做不下 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分身又做不下 所以三变说不世界 然后这三变当中 有把天人移到其他地方 把一些比较不愿意相信法华经的 完全不相信的 想离开的 也把他的这个地方 也把他变成 变成一个隆纳诸佛菩萨 隆纳本师释迦牟尼佛分身的 所以叫做三变 三变 那么这个三变 大家送法华经 送到宝塔品 就有这个三变 三变完之后 大家就来开 本师释迦牟尼佛 就拿钥匙来开多宝佛塔 把多宝佛塔的门打开 打开之后 大家就看到多宝佛 看到多宝佛 大家就一起 这个 因为有些人在地上看不到 佛陀呢 释迦牟尼佛就用神通 把大家涌在空中 让大家都看得到多宝佛 那就有佛陀 本师释迦牟尼佛跟多宝佛 两尊佛同时坐在一块 多宝佛就把他的伴座分给 本师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就坐下来 就有两尊佛共同坐在那里 所以你外面看这个多宝佛塔 或是有人送法华经很欢喜 就有一个两尊佛同时在现场的雕刻像 这是多宝佛跟释迦牟尼佛 这个就是三变 那么千勇就是地上涌出的所有菩萨 这也是法华经里面的故事 就是地勇菩萨 地勇的品 从大地涌出无量的菩萨出来 佛陀讲法华经的时候 突然从大地涌出这么多菩萨 所有在法华会上的人都吓一跳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菩萨 从地上涌出 都没见过 都没看过 然后这些菩萨又修得很高 因为现场很多菩萨测不到这些菩萨的修行 都说这些菩萨都修得这么高 那到底这些菩萨是哪里来的呢 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这些菩萨从地上涌出来 然后全部都来佛 本师释迦牟尼佛坐边 绕佛山楂 然后合掌恭敬 就助力一面 那这个大家就好奇问了 就问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就回答 说这些大菩萨都是久远截来 都住在娑婆世界之下 下方空中住 空中住 空中住 不是我们这有房子 有什么有净土 不是 他就住在空中住 我每次看到这空中住 我就很高兴 我也不用买房子 还要贷款 为了要贷款还是很辛苦 这个我常常 因为我在拜法华经 一字一拜 每次拜的时候就很欢喜 这些帝永菩萨 我觉得这些帝永菩萨应该也在 应该还在 这些帝永菩萨就发愿在 护持娑婆世界的法华经的流传 所以我们法华经 讲法华经处 都有帝永菩萨在互念 这个大帝永菩萨 他本来就在说不知界之下 下方空中住在那里 他本来愿意就在互念法华经的流传 所有诵持法华经 以及所有用心在推动法华经的人 他都互持 他都互念的 这个就是帝永菩萨 那么佛多就讲说 这些帝永菩萨 他在下方空中住 这些都是我久远 就是我都已经都是我教他的 他是我的徒弟 是我在说不世界 慢慢的把他交起来的 那么大家就开始怀疑了 这些菩萨久远节就修醒了 修很久了 不是只有佛多只有这辈子在这里成佛 你怎么可能现在这么短的十几年 二三十年就把他交起来 交成那么大菩萨 怎么可能呢 这个就是佛多无量寿品的前面这个 这个铺序铺成 前面有这一段才引出 后来佛多的寿命是无量的 那佛多就讲说这些都是我教的 然后后来佛多才开始讲 你们要相信我讲的话 我久远节都已成佛 久远节就在说不世界 就在度化众生 久远节来都把这些菩萨 都交到这么大变成大菩萨 那这些都是我度化的 都在说不世界度化的 后来大家就非常的欢喜 原来释迦牟尼佛久远节来就成佛 那么他从讲久远节来成佛这一段 就是本门开始 前面是基门 那么从这样开始就是叫本门 本门就是已经显示他过去生久已成佛 本地风光 那这叫本门 那这叫本门 所以三遍千勇表真实之地 就是表他 他这个度化众生全巧方便 包括视线基门都帅 贤令一切普得门之 你三遍千勇四花六栋 都他的那种类像 那种殊胜 会让所有众生普得门之 我们来看下面 发秘密之傲藏称之为妙 是全时之正轨故好为法 子久远之本果欲之以年 惠不二之缘道辟之以花 身为佛事称之为精 源泉之初目之为序 序类相从称之为品 众赐之首名为敌 我们看这一段 在讲这个 把这个法华经里面 整部法华经做一个简单的 它的结构做一个简单的来讲 发秘密之傲藏 就称之为妙 秘密之傲藏 它就是这个妙在形容法的殊胜 奇妙不可思议 秘密之傲藏 是全时之正轨 把全时的道理 把它显示出来 故号为法 这个法就是全法实法 全时之法 故号为法 佛陀 佛陀所讲的法 不是全就是实 那么全是为了显示出实 作为准备 那 所以呢 这个全时之正轨就是法 之久远 指久远之本果 遇之以连 连 连就是连蓬 那么佛陀久远前的本 本基 久远以成佛 这个本基 这个果 就是彼之是连蓬的连 连是已经结的那个果 《会不二之原道》 《会不二之原道》 《欲之以花》 《会不二之原道》 《会不二之原道》 这个中道实相的道理 那么这样子的过程的全巧 就是花 《会不二之原道》 身为佛式 称之为经 就是我们声音讲出来 大家传颂、背诵 他这是个佛式 称为经 源泉之初 募之为炉 那么 前面 这一部经 之前 圓權就是圓滿的權勢 這指這部經 它的開頭 我們就給它有個序 序類相從稱之為品 這個序再來就第一品 第二品 第三品 第四品 就一類相從稱之為品 那法華經有二十八品 眾賜之手名為第一 第一卷或是第一品 是眾賜之手名為第一 我們翻過來 我們看二十二頁中間 四曰 談祭是序名 惠名是序題 原諸是序中 聚集是序用 四花六洞是序教 本機可知 這個談祭這個祭 可能是有誤 就是這個祭這個字 應該是錯誤的 這個我們看小字第一行 第一行就講 談祭者恐誤 因雲談托 這個祭應該是托 談托比較好 比較可以 前後文對得起來 托就是托保守 談是談他的一佛聖 中道實相的禮集之道理 那所以是談托是序名 惠名是序體 就是說現在在講前面 講我們前面這一段 那麼講的惠名是序它的體 原諸呢是序這個宗 這宗就是我們的 原諸是我們的佛性 引導我們走入一佛聖的道理 它是這個宗 宗子聚集是序用 讓大家能夠體會這個理事聚集 是它的用 四花六洞是序教 四花六洞開始就講法華經 法華經之前 雨天曼陀羅花 摩荷曼陀羅花等等 然後大地六種震動 就開始把這個教法講出來 所以四花六洞是序教 那本基就可知道 就可了解 它在整個法華經 把本門基門都談出來了 所以法華經為什麼是經王 它是有它的道理 因為所有的經裡面 法華經講得最透徹 把佛陀一代實教 它的格局都講得很圓滿 我們來看下面 下面是談玄本序 談玄本序 談玄本序 它這個是 那個 我們智者大師自己 對法華經的序 那個法華玄義的序 前面是法華經的序 這裡是法華玄義的序 叫談玄本序 是二十三頁 二十三頁 中間不是有一段 有個圓圈 次從此妙法序 一序是談玄本序 有沒有看到 這談玄本序把它畫起來 是底下這段文的標題 標題 所以 我們前面 我們現在講的 總共講四個序 總共有四個序文 第一個就是 這個 我們前面一開始 那個詩記緣起 詩記緣起是第一個序 第二個是序王 第三個詩序王 第四個就是這個 談玄本序 那麼這個談玄本序 它是 這個 我們智者大師 他把 就是寫下這個 對法華玄義 它的一個簡單的序文 這個序文很短 很短 我們來看一下 此妙法蓮花金者 本地聖身之奧葬也 這個 本地不是我們這個地 不是 是佛陀的本地風光 釋迦牟尼佛的本地 就是他久遠截來 已經成佛的這個本 本門的本地 是本地聖身之奧葬 我們現在看到二十三頁 二十三頁的後面 此妙法蓮花金者 本地聖身之奧葬 文雲 好 最後一行 二十三頁最後一行 文雲 釋法不可釋 釋間相常住 好 那麼這個 法不可釋 這個 在法國經裡面講 釋法不可釋 世間相常住 它的意思就是指 佛法常住在人世間 因為佛陀 本師釋迦牟尼佛 久遠截來 就已經成佛 他一直在利益眾生 佛法不會滅的 佛法不會滅 他只是因緣而有 因緣而滅 那什麼叫因緣有 眾生的業障慢慢清了 地職相慢慢具足了 佛陀就有辦法來度化眾生 如果地職相不具足 我們認壞人為好人 然後自己又變壞人 隨意地 他的地職相 他沒有辦法接受善知識的教導 我們的業障又越來越重 這個時候 大菩薩也沒辦法來度化眾生 所以佛陀是看眾生之根基而來教化眾生 但是事實上佛法都在 佛法都在 所以釋法不可釋 釋間相常住 我們在這個 他的內涵是不可說 在正物的內涵是不可說 可是佛陀要教導的話 如果眾生根基夠 還是可用文字的道理 慢慢地引導 讓所有眾生能夠了解 24頁翻過來 三世如來之所贈得也 三世如來都贈得 所以佛法它是不會滅 會滅它只是一時的滅相 像我們總是末法 我們現在是末法時代 佛法到最後是會滅的 那滅在誰手裡也是自己人類手裡 這也是沒有辦法 因為眾生業障越來越重 佛陀就講 末法時代 正物的人沒有辦法來弘法 因為你一弘法 人家把你毀謹掉了 你只要一來弘法 人家到處都是攻擊你 那本來是好人也變壞人了 所以阿羅漢都跑回 有正物的羅漢或菩薩 都躲到山裡面去了 這是末法時代的現象 所以法就沒有辦法弘揚 最後法就滅了 文雲是第一極滅於道場之矣 這是佛陀的內政 佛陀的內政 在道場所了解正道的第一極滅 大事因緣出現於世 始見我身另入佛會 未入者四十余年以意方便註顯第一意 就是讓大家能夠進入佛會 佛陀來人世間一大事因緣就是開示誤入佛之智慧 佛之陣見 開佛之陣見 誓佛之陣見 讓大家能夠入佛之陣見 誤佛之陣見 開示誤入佛之陣見 讓大家能夠進入佛的智慧 讓沒有能夠進入的四十余年來 以意方便 用各種善巧方便來開導 讓眾生能夠進入 了解 顯示註顯第一意 第一意 第一意就是一佛聖的道理 今正直舍方便但說無上道 我四十余年來用方便善巧來註顯第一意 那現在我就正說法華經 所以正直舍方便但說無上道 就講法華經了 所言妙者包美不可思議之法也 妙法的妙它是一種讚美 讚美不思議之法就成為妙 但是這個不思議這三個字可以講九十天 九尋談妙 九尋談妙 佛陀自捨大師九尋談妙就是談這個法華經 就是談出這個法華玄義 九尋談妙 把這個妙字為何不可思議 他把它內在的 他所了解的不可思議的內涵全部講出來 又妙者實法界實盧之法 二十五頁第一行 妙者是實法界實盧之法 這是實盧啊 這個實法界實盧之法 此法即妙此妙即法無二無別 不是有個實盧式嗎 如是因如是果 如是體 如是 到最後如是本末究竟也 這個就是實如是 此妙即法無二無別 故言妙也 又妙者自行全實之妙法也 故舉蓮花而曠之也 就是妙自行全實之妙法 全實之妙法 用蓮花才有辦法舉例 所以故舉 所以故舉蓮花而曠之 又妙者即肌而本 即本而肌 即非本非肌 或開肺 這個是前面蓮花的比喻 即肌而本 即本而肌 非本非肌 這個是指蓮花來比喻基跟本 又妙者最聖修多羅甘露之門 故言妙也 修多羅就是我們講經 甘露之門是講成佛之法 這就是妙 事曰妙無別體 體上包美者 絮妙名也 這妙法的妙沒有什麼特別的體 它是一個讚嘆 不可思議之法的體 所以就用妙這個名 妙即法界 法界即妙者 妙就是法界 絮體也自行全實者 體呢 法界即妙者是絮體 自行全實者是絮中 本機六欲者是絮用 甘露門者是絮教 甘露門就是佛陀一佛聖的教法 絮教 本機六欲是指它的用 用 這六欲是比喻 讓眾生能夠化掉 內心對法的執著 而同路一佛聖的道理 是它的用 那麼它的忠 忠是自行的全實 全實善巧 一佛聖就是它的忠 本機六欲讓人能夠體會一佛聖 是它的用 如何讓人家體會一佛聖是用 那麼全實的道理 讓有全巧方便 讓人體會一佛聖 讓進入一佛聖 就是它的忠 緒忠言 這段是指 彈玄本緒 這段很短 所以我們智者大師寫這個文字 寫的是很短的 好 我們今天是到這邊 大家有什麼問題 我們下次就開始進入正文喔 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圖 上報是從恩 下記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 細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生 同生極樂果 好 我們下課